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高中生为主角 高度风格化的青少年剧 在美国Z时代群体是种族和民族最混搭的一代 也是最能接受性别多样的一代 这部剧以完全超越常规的方式编织着过山车式的戏剧性 爱人神上的故事 以及大量未成年的禁忌行为 展现出这一代人与生俱来的标志性的自由主义特征 其实在青少年剧的行列中 似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部爆款系列掀起一场大流行 成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宣言 2007年开播的英剧Skins 和2015年出现的瑞典少年剧Scam 当然还有加在两者之间叱咤风云的Gothic Girl 但他们不论是表现力还是尺度上 都无法企及亢奋如今达到的成就 它甚至让前面这几部显得平庸或过分角度造作 而与近期另一部同样表达焦虑和自我探索的青少年剧 八年级相比 亢奋则又完全摒弃了社会普遍期待 在这些teenagers身上看到的 要么呆头呆脑 要么一惊一乍的天真 在另一个极端 他又与去他喵的世界划清了界限 用不呆板不做作的 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 表现青春期的厌世情绪 他展现了多个极为复杂的心理矛盾体 他们内心的阴暗和决断力总超出我们的想象 恶之花尽情的绽放 整部剧充斥着过度用药 无偿的性 大量裸体场景 生动的暴力 以及对高中生活超现实主义的描述 然而故事情节有多么大胆 多么错愕 多么裸露地展示自我放纵 其演化结果就能多么让我们陶醉和心碎 亢奋也因此在整个评论界 获得了几乎一致的赞美 亢奋很可能是有史以来 在描绘青春期黑暗冲动方面最令人震惊的影视作品 主角入多次做出如下的独白 人生就是一个漫长且磨人的玩笑 但抑郁最磨人的一点 是明知自己抑郁了 却无药可救的越险越深 阴郁的自由主义 散发着浓重的不符合年龄的焦虑 酒精、药丸、大量裸露和不计后果的性行为 貌似带来了欢乐 但感受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痛苦 亢奋从第一个镜头 第一个音符 第一个字开始 就显露出想要讲述的并不只是一个青少年故事 它甚至不只是关于Z时代这个群体的 它暗示给予自身一种永恒的时代象征性 就像《入的字述》 也是影片最开始的段落 它是在911事件后三天出生的 这个星球令人窒息 它断言最后一次快乐还是在子宫里 这是病症和情绪散射的原点 所有剧情冲突的象征性起点 就像这部剧的Big Bomb 剧中的青少年 好色、爱嫉妒、满怀怨恨 对死亡表现出轻率的态度 这些在他们赤裸的皮肤上清晰可见 他们还把所有情绪和观念穿在身上 涂在新鲜的凝胶美甲上 在心心涂抹的眼眸周边闪亮 他们的生活是风流运势 勾心斗角、酒后加车 以及拿各种各样的药片当饭吃 然而所有这些都被绑在一把 恐惧之功的细弦上 最容易捕捉到的是这样一种感觉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件事 不管大事小事 都有同样夸张的分量 任何积极的事情 都会像是一次天堂之旅 而任何消极的 则像一场大灾难 他们选择应对的方式 为这代人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标签 用比感受到的压力 还要大几倍的力量怼回去 即便往往是以伤害自己作为代价 亢奋的精彩 也正在于忠实地表达了这种夙愿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 不愿放纵冲动的一时刻 也没有在突破任何界限时 表现出犹豫 但这并非是为了博人眼球 而是出于对这个群体 真情实感的尊重 亢奋是由Sam Levinson 根据一部《同宁以色列青少年剧》 改编制作的 情节上有比较大改动 并在其中融入Levinson自己做引君子的经历 这也让他能够给予像Ru这样的挫败者 和像Jules这样的浪漫主义者热烈的情感 反映他们的生活形象 尊重他们的悲观情绪 而不是把他们当作罪人 尽管有时候他们自己都倾向于此 因此亢奋的声誉 也并非源自他的大尺度 而是得益于他的艺术性 和通过这种美学设计 对剧中人物所代表的人群表达的尊重 这个新颖的处理角度是他主而不群 Ru既是剧中最主要的人物 也是全部故事的叙述者 他虽并不总出现 却是支撑这部剧的粘合剂 加上他总处在用药过度的自嗨状态 这样的设置让他看起来像是个通灵者 看似他用药片或对感情的幻想 来麻痹失去父亲的痛苦 又尽管在很小的时候 就被过度医疗斩断为 同时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 强迫症 焦虑症 然而导致他都无法像正常人一样 哪怕完成一次自由呼吸的原因 一直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他被一种与剧名相反的冲动所征服 虚无 漆黑 沉默 三个女巫围绕着他 并且他希望这就像自己葬礼的彩牌 Ru的扮演者Zandaya 贡献了杰出的表演 时而阴郁颓废 时而气势磅礴 即便在眼皮几乎都没有力量保持开放时 他仍然震动着一种能量 让观众无法移开目光 他还经常会以凶狠 真实 和完全没有自我的方式 演绎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张时刻 特别是在第二季 第五季 这一季等同于一场 54分钟的心脏病发作 包含暴力争吵 破门而入 惊心动魄的追逐 是肾上腺素激增 浑浑沉沉的悲伤 以及清醒的戏剧性的结合 是化学反应和情绪反射等和剧变 并将导演想要的迷幻又绝望的效果最大化 在第一季后半段中 他抱怨Jules和药物一样 在他身上制造了依赖性 而第二季加入的 与Mr.Robert男主投名的Eliot这个角色 和Jules一起 就像是从Ru身上分裂出来的两个自我 Jules象征清醒和憧憬美好 相信生命的意义 认为可以获得幸福 也相信自己配得上享受一份幸福 而Eliot则是将他拉回到药品堆脚下的一股力量 对Ru来说 这更为原始 看起来更像是他自己 在这两份被他视作同样不健康的依赖中 Jules则逐渐蜕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幻觉 在第二季初段Ru和Jules从友谊不断升级的情感 由于第一季最后的变故 有了一种沙哑的神秘感 他们的疏离 使Jules获得了与剧中其他人物合奏的机会 使他不至于在Ru不出场的情况下也必须要消失 扮演Jules的演员Hunter Schaefer 本人就是自主从男孩变成女孩的跨性别者 他是美国Z时代LGBTQ群体的标志性人物 曾亲身参与相关权益的法律修订 他也是这部剧中最受喜爱的角色之一 真正的尊重是一视同仁 视其为正常的普通 我很赞赏亢奋并没有大肆突出Jules变性人的身份 他对其特殊性别的处理是不做任何特别交代 更令我惊喜的是 圣诞特别版关于Jules那一集甚至特别表明 性别认同问题并不是他心理矛盾的真正原因 这让亢奋又一次避免落入传统俗套 他和Ru都试图摆脱过去的一些东西 Ru忍不住怀念他病逝的父亲 而Jules则有一位让他受伤的母亲 Ru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 而潜意识想要搞清楚 Jules则是非常清楚地记得所发生的一切 却极力想要忘记 Jules经常与他的自行车相伴 独自穿梭于街巷或树林 他骑着他和Ru路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他的标志是显瘦的身材和背后粉嫩的小书包 或者一对天使的翅膀 他是一团复杂情绪蒸馏出的云朵 轻飘飘毛茸茸 但一点也不轻浮 随着剧情发展 他站在更坚实的基础上 显示出更强大的人格 他不仅要处理好自己的问题 还自负责任为Ru寻找方向 Nate是剧中最主要的男性角色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表现出长期的多代人的创伤 惊人的复杂性 在第一季第二季帮我们了解他的成长经历后 第二季又给出解析他具有多重人格的线索 与剧中任何其他人相比 他的每一天都更像是在走钢丝 他是唯一一个看似将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的人 从不同选项中挑出最优解 说服任何人做他想做的可怕的事情 不管这对他们的自身利益造成多么深重的影响 顿气打击般的残忍 表明他的反社会人格 然而我总是对这个角色反转抱有执念 尤其是在第二季中 他逐渐蜕变成坤丁塔伦蒂洛的 杀出个黎明里面英俊的劫匪形象 我总会忍不住感叹 为什么这么俊美的皮囊下 却是那么肮脏的灵魂 看上去很cute and innocent 其实是cold blood和harsh heart的真实外露 他的霸道并不来自雄性气质 而源自我们永远猜不到 他下一步想做什么误会之事的神秘感 他像不惧怕阳光的吸血鬼 有着非凡的自信 标志性的表情 是带着诡异微笑的侧目 他经常在聚光灯下现身 接受万众瞩目 凭借与生俱来的魅力 招风引蝶 但他属于黑夜 属于悠长寂静的夜间公路 他会浓缩成卫衣帽子下的阴影 女友Maddy斥责他 abusive and psychopathic 他的父亲Cow咆哮时也总结道 Nate就像一个谜 一个不论做了多少丧尽天良之事 都很难被简单冠以坏人之名的角色 Cow向他传授了暴力 秘密和自我厌恶 他身上体现着两种凄美的悲剧范式 一边浪漫的丑闻 逐步凝结成残暴 看似无所不能的他 却实则束手无策 而另一边 他努力寻求自我控制和情绪的平衡 却最终把一切都搞砸 有谎言和耻辱 搭起的积木随时都会瞬间倒塌 康奋从没有为了裸露而裸露 为了挑衅而依靠挑衅 他对自己的审美定位十分笃定 第二季开始时的蒙太奇 剪切出一个关于性 毒品和肉体的地狱般血腥的景象 如此公然的毫不掩饰的开场 就像一部马丁斯科赛斯的电影 扮演很角色Kitty的 也正式出演过阿尔兰人的Kathryn Narducci 第二季中的另一个新角色 是毒箱头莫·Laurie 她由美国著名冷面脱口秀演员 Matha Kelly扮演 加上前面已经提到过的 Rude的新朋友Elliot 第二季引入更多富有特点的配角 Rude和Gios适度减少的出镜率 留给剧中其他人物更多表达空间 再次表明亢奋 不是关于一两个人的故事 而是一个群体 充满了对更加努力、深入和挖掘更多情感的渴求 在一些篇章中 花几分钟讲述一个人物的成长经历 仍然是Kong Foon坚持呈现的 令人陶醉的表现手法之一 在拍摄和叙事方面 Kong Foon也更像是一部合集 虽然故事情节整体上是递进的 但每一集都持有一种相对独立性 为自己画出一个自由发挥的时空 想要看懂亢奋的关键之一 就是要明白 那种通常用在青少年剧上的 比如对未来的迷茫感之类的陈词烂调 并不适用于它 这群孩子好似经历过千百次人生起伏 心里伤痕累累 却拥有不老之躯 对他们产生影响的 是过往和此时此刻的生活 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他们的家庭关系 影片中几乎没有一个人 享有正常家庭环境 药物和其他不受控或过度压抑造成的伤害 并不止体现在入一个人身上 除了用回忆偷袭观众之外 亢奋还极为擅长制造和装点幻觉 Kate是剧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人物之一 身材焦虑让她在自卑和自信之间来回摇摆 第一季中她改造自己的衣橱 从一个写同人小说的隐形网络红人 升华变成一个闷骚的Queen 受人追捧的Cam Girl 第二季有段时间 她再次回到相同的十字路口 这次她的想象力将众多名人带入她的闺房 劝说她做自己 她表现得不知所措 但幻想本身已经说明了内心的倾向 露也是制造幻觉的大户 有些是清纯美好的 而另一些则令人伤感 她幻想与Jules的恋爱升级 简直是这部剧所有场景中的经典 他们化身为爱情故事中的主角 自由难以言表 世界都被他们感动 而在自家厨房里的一段舞动的幻想 则让我联想起 Walking Phoenix在Joker中那几段疯癫的舞蹈 没有那么迷醉绝望 但同样无厘头的疯狂 透露着刺骨的孤独感 毫无疑问 亢奋用薰衣草和玫瑰色的调色板 打动了我们 她躲在被情绪化的朦胧的蓝色和绿色庇护之下 将Z时代策划的新世界乌托邦 再到00年的狂欢文化和90年的慵懒性感之间的夹缝当中 第一季曾用一整集来表现发生在嘉年华上的各种冲突 所有人物都出现在这片空间内 向无序的粒子相互冲闯 经验的长镜头被多次运用 将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梳理得紧紧有条 与之类似的是第二季开篇跨年Party 以Nate为中心 360度旋转的长镜头也令人印象深刻 亢奋无时不刻地渗透着冰冷 但也不乏感情的温度 它是一块表面燃烧着的冰 两集圣诞特别版安静的令人惊奇 但意外很快就转变成惊叹 他们分别敞开一条 通往两位女主各自内心深处的通道 两个小时的谈话更像是一场抽象的思辨 能够把如此真切的情感和足够的深度 凝结在一起的聚集 只有曾备受好评的婚外情势和现代爱情 能与之相提并论 这两集的存在 再次说明了这部剧看似浮夸的外表下 有着令人信服的深刻 它是一份向当代年轻人展现尊重的礼物 而不是道德引导式的说教 它翻腾着窜出水面 做了个水花 然后下沉到更深处 在闪耀的霓虹迷幻中 有一颗心在跳动 只是不能经常探测到它真实的脉搏 感谢亢奋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可能 我们是Dr.Kupo 下次见